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的庚子年呢 还有一个月就要结束了 杨历的2月4号的晚上10点多 北京时间10点多 或者是2月5号 我们就会迎来我们的新丑年 所以在这个岁运交接之际呢 我也给大家录了一个视频 给大家来讲一讲 从五行 八字五行的喜红神的角度 来讲一讲 明年不同五行喜红神的同学 运势会如何 这个视频的原文文章呢 我已经放到我们的公众号 珠珠精水上面了 然后里面我还给大家总结了 就是每个五行喜红神 比较喜欢的月份等等 然后呢 我们的客户 我也给你们准备了 这个五行喜红神的年历 我们一天一天的圈出了 哪天是你的吉日 哪天是你的凶日 那就是如果找我们 有咨询过的客户 欢迎来找我们 所要这个免费的年历 然后如果想要购买这个年历同学 也可以就是加我们的公众号 来咨询这个购买方式 好的 那我们来先说一下 就是要从五行喜纪的这个方式 来科普我们的年运的话 我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八字的太岁 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什么是太岁呢 实际上就是属相 然后我们经常 我们至少会知道自己是属什么 对吧 然后12个生肖 你就算背不下来 你也知道大概有哪些 那实际上这些每一个生肖 都会代表了某一种五行的元素 所以比如说你是属属的 你可能你不会知道 你自己是水相的这样的一个属相 你经常听西方星座里面 有水相火相星座 我们的八字体系 太岁体系也有的 所以呢 鼠牛虎 这三个呢 它就是水元素的属相 然后 对不起啊 猪鼠牛 猪鼠牛这三个 是水元素的这个属相 然后呢 虎吐龙 这三个呢 是木元素 然后呢 蛇马 羊 它是火元素 猴鸡狗 是金元素 其中呢 牛羊 龙 狗 这四个呢 它会比较特殊一点点 它们有我说的 那这个本来的那几个元素 的特征 然后同时呢 它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个属性 就是五行特 属性 它们还书图啊 这个是比较 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但总的来说 我们从八字怎么看运势呢 你会发现很多老师啊 他都是看 按年为单位的 这就是因为一年一个胎岁 它走在 胎岁踩在不同的属项上 像比如说 2020年是庚子年嘛 庚子年的菜岁 就踩在 属的属项 那个属的这个属项上面 那之后的话 我们的牙牙姐姐会给我们出一下 按属项出的 来分类的2021年的 这样的一个运势 里面包括了神煞 所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应该很快就会出了 也欢迎大家关注 这就是 说过一个年运 就是我们看运势的时候 我们参考的 无非就是太岁在哪个属项上面 然后流年的 再配合流年的天干 那请注意我们的每年 如果春节联合晚会 你会知道 什么庚子年来了 然后2021年 就是新丑年来了 这个新就是天干 然后丑就是地支 所以我们的年号 就是一个天干 配了一个地支 所以我们就看这两个 共同的五行 它们俩之间互相的作用 来看一下流年的 这样的一个总体趋势 年运其实一定会比较笼统 我不喜欢写年运 但是呢 哎呀 我在我的文章里也写了 我觉得经历过2020 我就觉得陪大家 就是一年一年 一月一月写一些笼统东西吧 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看点东西 就当心灵的按摩一下吧 就是酸鸡汤 毒鸡汤 管它呢 你得看一看 而且就是 确实 确实还是能 能说出一些东西的 所以呢 我也帮了帮了 写了很多字 你们可以去看那篇文章 我们的年运 OK 我为什么要说太岁这个事情呢 就是呢 在这个12年 有12个太岁 对不对 12个属相 在12年的这个周期里面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运势 分成 就是四个 四个阶段呢 也就是水的年份 然后木的年份 火的年份 跟金的牛年份 然后再笼统一点的分类 我们经常就是 金水年跟木火年 这样来分类 金水年就是哪些年份呢 猴鸡狗猪鼠牛 所以你看一看啊 最近的离我们 2016年 2016年是个猴年 然后开始的六年 就是我们的金水相六年 这六年就是 因为金元素去生水 所以金水相 这段时间的六年 总的来说 它都是比较有利于 洗金水的人们呢 我就是一个洗金水的人 所以呢 这六年 我的机会就比较多 我理论上就过得比较爽 就是这样子 然后2022年开始 就进入木火象的六年 是哪些呢 虎兔马蛇羊 对不起 虎兔龙蛇马羊 这六个鼠像 这六个鼠像 所以2022年到2022 234567 2027年 那几年 就是我们的木火象的六年 所以你看 每个人哈 我们在12年的这个周期里面 就是金水六年 木火六年 金水六年 木火六年 然后土呢 会间接的穿插在其中 每隔三年来一个土 所以呢 我们把人笼统的分成 比如说洗金水的人 和洗木火的人 和洗土的人的话 你会发现 洗金水的人 他的运势就是六年好 六年坏 六年好 六年坏 差不多就是大体上 就是这样 那洗木火的就跟他反着 也是六年好 六年坏 只是跟他反着 土的话 他就是每三年 有一个比较好的时候 他平时就是要看具体的 怎么个组合法 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了解了这个之后 你就知道 其实2016年开始的六年 都是比较 就给了洗金水的同学 比较多机会的 而2021年 就会是这个周期的结束 所以我们再转运了 你知道吧 2021年是一个新丑年 新是一个金 丑是一个土 所以新丑年 是土金元素 比较多的一个年份 然后与此同时呢 那个土里面 丑土里面是含水的 所以你就理解为 这个年份里面 有有金 又有土 又有水 总的来说 是这三个元素 为主要元素 为主要基调 那么到了2022开始 人银年 鬼卯年 甲成年 这边一系列过去 就开始就是木元素 要开始抬头 然后火元素抬头 逐渐爬坡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呢 如果你是洗金水的 这个2021年 会是你这六年 好运周期的一个结尾 你要把它做一个 好好的收官 做一个成果的验收 巩固好你自己 六年做的事情 然后如果是木火象的同学 你的挑战已经结束了 明年是最后一年 你只要扛过去了之后 2022开始 你就是一路往上走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呢 我其实针对你们 这两部分同学的 实际上 我都有一些话要说 洗金水的同学吧 包括我自己 我跟你讲 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 这六年里面呢 其实前三年 还是比较苦的 因为它是丙生年 丁酉年 还有雾絮年 都是火炼金的状态 那个金元素 不是非常强 就161718 18又是一个火土 非常造的年份 所以其实18 我们是不太好的 但是19跟20啊 就开始逐渐好 但是我好的又好的 有点让哭笑不得 因为2019年 跟2020年的水 发的特别的大 尤其是2020年 这个庚子年 庚子年的这个是 强金强水 非常强的水能量 也有非常纯的 金能量来生 所以这个水一下 就是被发的特别大 请注意啊 水元素 给我们每个人的命盘 都容易带来冲动 冲击 因为它本身 就是一种冲击型的能量 它要瓦解一些东西 它要冲走一些东西 所以它即便 如果是我们的喜用神 就我喜欢水了 我有水的时候 我可能这方面好 或那方面好 它也是用一种 冲刷型的能量来带的 所以来的挺陡的 有时候啊 就 我挺多 今年的客户跟我说 今年我不是洗水吗 怎么那么多变动啊 怎么那么多次跳槽 那么多次搬家 我搬六次家等等 就这种 他觉得好累好累 我说对 对对 理解理解 但是我们回头 平心而论 你的结果好不好吗 你换了好几次工作 你薪资是不是提升了 或者是你现在的团队 是不是以前好多了 想想 是的 那不就行了 你过程很辛苦 很想哭 但是结果你终于落座下来了吗 然后呢 如果你是搬了六次家 你搬完最后搬一次家 现在是不是终于找到好房子了吗 然后 你说对啊 对啊 确实是这样子 那也就行了 知道吧 所以对于洗精水的我们来说啊 过去的这六年 其实过的呢 也没多容易啊 不用太羡慕我们 而且好 好运来的这两年 其实大部分是以变动 这样的形式带来的一些机会 或者是冲击 给你带来一些位移 所以其实也瓦解了很多 我们心理上的一些安全感跟防线 过的也不容易 知道吧 那 我再告诉大家 什么叫走好运 比如说你洗精水 来精水运的时候 它不一定是你财运 请注意我要科普一点 就是你的洗用神 不一定是你的财心嘛 它不一定带来是钱 它可能带来什么呢 自信度的提高啊 然后或者是理想的伸展 或者是交到好朋友了 它都是一种 刚刚具体到 你看这我就达不到了 我触及不到的方向 就是我不知道在你们盘里 精水代表什么 它代表的那个东西 就是会让你们好的方向 如果是它是你的硬 它是你的硬心 它就会让你就是学习 让你有求知的欲望 让你有很多贵人 如果是你的笔结 它就会让你有很好的 这个自信度的提升 我说了 交到很好的朋友啊 可能合伙一起做了什么事情 那如果它是你的实诚商官 它会让你自我价值得到提升 情绪得到舒展 然后专业技能 得到就是肯定 得什么奖之类的 那财运肯定也会好 如果是你的财心 那不用说了 恭喜你嘛 你肯定赚到钱了 如果是你的关心的话 那可能就是 你的责任感跟 真相压力重了 责任多了 这什么意思吗 你升官了嘛 你的title变高了 所以这好 好在不同的人的方面 盘上是不同 性质的好 但同样的就是 我们这19到20的 好好的有点抖 有点让忙不迭的 应接不暇 所以我们其实很累的 洗精水的这两年 这人真的是 我估计 比如说今年的疫情原因 可能很多人是很闲的 但是如果是洗精水的 他可能上半年很闲 下半年一早的工作 忙的爆炸 或者是今年 比如他做电竞行业的 或网络行业的 他不降反生 就今年累得要死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2021年呢 我说了 这是六年周期的结束 这个结束是一个 非常温和的 非常美妙的结束 因为明年的新丑年 它是什么呢 土去生精 它生出来的新精 新精是一种美丽 温柔 漂亮 纯粹的精 然后丑土里面也含有水 所以它不是那种 很猛的洪水 洪水来冲你 它是一种很温和的地下河流 它在给你滋润 所以呢 新丑年的时候 会让我们感觉到 就是很纯粹的精 淘叠出很纯粹的水 让我们感觉到滋养 所以反而是这六年里面 我觉得会过得最开心 最踏实的一年 因为不会再有什么变动了 我们都已经settle down了 然后这个机会就在那儿 我知道我够得到 那我就一步步去够 就这种感觉就行了 请注意新精 它这个精 它跟根精不一样 根精是一把大斧子 给你砍过来 然后要你接招 你接不住这个机会 就不是你的 心精不是的 心精是用火练出来的纯精 它是非常非常考验 一个人的耐力 恒心和稳定度的 心这个字为什么叫心 心这个字在汉字里面 就是很苦的意思 所以就是不得 就是没有 不吃万般苦 怎么会有甘甜来呢 这个是心这个字 背后蕴藏的哲学 所以明年的新丑年 就是什么 天道丑青 它给这些肯努力的人 然后肯付出的人 会有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它不是让人什么 爆起爆发 什么忽然中了一个奖 然后就多门的牛 你至少在大部分人的工作岗位上 你只要好好地做 明年一定会 是精子就会赏光 心精本来在我们的 十天干里面 就代表纯精 纯精是怎么来的 各位想想 钢铁是怎么练的 就是要 就是要那个大火来练 对不对 那纯精是怎么练 那是要更高温的火来练 它会才会提纯 所以心精就是 精子发光的时刻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一直觉得 我有这个平台了 我现在只是需要一个 展示我的机会 那明年就好好地去干 我觉得你肯定可以的 然后至于洗水的东西 我觉得也很好 因为2019跟2020的水吧 是大江大河之水 实际上2020的水 也来得挺猛的 但是2021的那个 丑土里的水 是很温润的 它会让你 它不会给你造成 多么强烈的位移 因为明年是丑年 它是一个 在我们八字术语里面 它是一个酷年 酷年进的神煞 是比较少的 所以无论是贵人像 还是什么 反正你照得出来 一些挺有意思的神煞 这个以后 袁阿杰给你们讲 都会明年神煞 进的会比较少 所以这什么意思 就是很少人 很少人能够偷懒 走捷径 我就凭我自己的真本事 就是这个感觉 那对于洗土的同学 也非常的好 因为明年的那个土 它是一种温润之土 它跟它的天干 也比较合 土就去生精 所以你如果是洗土的话 你的土能量在那 它又去生精 具体结合到 土是你八字里的什么 石绳的话 它也会比较好的 发挥出的作用 是OK的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对于精水项的同学 明年你应该 踏踏实实的 给你这六年 获得到的机会平台 做一个很好的收尾 因为从2022年开始 它就进入末火亮的六年了 末火像六年 不是代表你会碎 但是代表你会辛苦 就是可能外界助力会少一些 然后凡事 你会需要靠自己多一些 你就做好这个觉悟 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你想想看 大家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几年好几年坏 几年好几年坏 没有一个人是会一直好的 所以未来的六年 是非常需要考验 我们自己的基本功 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程度的 特别是后面 252627那几年 火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八字里面 很缺水 火本来就很大的情况下 那几年真的是要非常小心健康 这会太燥 这个是到时候在那些年的话 我会再着重提醒大家 但是呢 这个过度 我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温柔的 因为22和23年 还是一个人阴年 一个鬼马年 它都是水墓之年 还是由水去生墓 所以呢 你如果是洗精水的话 那个水22和23年都还是在 它只是去网流去墓那边 所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能量的shift 一个转换而已 也是比较温柔的一个过渡方式 真正的挑战大概会从24年开始 那几年就完全一点水都没有了 那个金跟水都被干得非常厉害 所以那些年的话 这就会是比较煎熬的时候 好 然后这个是精水的 那木火的同学呢 木火同学你再坚持一下下 2021年的这个新丑年 它怎么都比2020好 怎么都比它好 因为2020根子年的根金砍木 是砍得非常猛的 一个斧子砍木 然后紫水呢 又是浇火浇得非常强的 所以你的木火基本上全部完蛋 就是一点火苗都没有 你们洗的木很火 那2021的话 怎么都好一些嘛 对不对 我们只能这样比心经还好的 心经砍木砍的不是很强的 那丑土也含一些水 水又暗射木 所以明年就是你们已经看到微光 就是那个微光就在前方了 你只要坚持住就好了 2023年 对于2022年开始就是你们的时代 特别是洗水跟木 这两个元素的话 2022跟2023年就是水木年 是一个非常好的交集 如果是洗木跟火的话 就是2223242526那几年都很强 因为2526那几年 252627那三年的火能量非常的强 但总的来说 其实我必须说洗木 如果你洗木 你前两年过得应该也不怎么衰 因为这两年水很多 水很多都是会暗生一些木的 所以你可能会喊着你白辛苦做很多工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也是长了一些本 是吧是不是 或者至少你累积了一些人脉资源吧 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这两年的年份都是在暗生木的 虽然天干是坎木的 但是地支暗生木 所以感觉有点绝处逢生的感觉 就一个表面上换了三个工作 但好像第二个工作里面遇到了一个贵人 然后现在又联系上我 怎么样 他就是有一点点 就只要你这个人是好的 你问心无愧的 这几年其实有资源 应该会有一些人脉或资源 落到你们身上的 然后 洗火的话 那你们真的是惨这两年 洗火的话这两年是纯惨 真的是 有这个2019跟20一点活路都没有给你们留 因为水能量太猛了 尤其是2020年 什么 我接触到挺多心脏病案地的 今年 特别是八字 洗火火又弱的 今年心血管好多好多问题 或者是 包括我的家人也有这部分的问题 就是他就是 数码的 或者是 巨蟹座那波 出生在五这个月份的 大概阳历的六七月的月份 哇 今年这身体真的很差 所以 今年出很多很多的健康的 不好的地方 特别是家中长辈 心血管方面的 这个东西 那明年的话会好很多 明年新丑年嘛 就是要小心八字洗木的长辈要小心 因为 对不起 八字洗 洗精的长辈要小心一些 但是总的来说 明年的健康冲击不会有今年大 然后最后呢 就是给洗土的 洗土的话 上一个土年是2018年的土年 那年的活土非常非常的重 然后就经历了两年 水非常重的两年 那肯定非常不好 因为水呢 是去冲土的 会把土冲得非常散 所以过去三年 你有点像在过山车啊 18很好 然后1920很衰 那2020呢 2021就会好 一定会很好 放心 因为明年的这个土啊 它是一种温润的土 如果你刚好是喜欢湿土 或者带水的土的话 棉就会更好 喜欢干土的话 一般但是怎么也比2020 我们还是这样比嘛 对不对 还是可以的 它会比较安稳 明年会绝对会比2019跟2020年的稳定度要强很多 身体方面的话 我觉得你们要赶快检查检查 因为好像过去两年 把你们冲得非常狠啊 明年真好是可以稳固身体的时候 特别是适合养生 去看中医 就吃耳药什么之 千万不要汇集记忆 因为要不然 2022开始的那几年 你会有更多问题 那几年把土又是来回折腾 又很难受 所以202221的话 你一定要停下来 去好好管控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是我给洗土同学的一些建议 最后呢 就是洗经 洗经的同学 祝贺你们 明年你们是当之无愧的运势之王 你们非常非常的 你们的运势非常非常的旺 这就是属于你们的时刻 非常强 这个过去的几年 应该是 也是起起伏伏很多啊 但是你不要沮丧 不要慌张 其实让你们的运势比别人都好 你们已经默默的 进入了很多人的视野 你们进入了一些圈子了 别人都已经看到你们了 你们做的好事 对为他好的人 别人都记在心里 你就是那个精子 你明年就等着发光 所以我觉得你明年要高调 一定要高调高调再高调 知道吧 我觉得明年是你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年 因为很多年之后 你都不会再找到 未来的很多年都不会找到 像明年运势这么好的时候了 我觉得你就应该咬紧牙关冲一板 不给自己留退路 好好去搏一下 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你想创业也行 你想去这个 就是整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业务也行 反正明年因为这个运势太好了 你做什么任性怎么任性 你都是被保护的 所以如果是你的梦想 你一直想做的事情就去吧 注意这就是要高调 而且我建议你在这个 在这个1月份 2021的1月份 这个岁月交替的时候 好好列一个心愿单 这是我特别建议大家做的事情 每一个五行属性的 就是喜记的同学我都建议 你好好列个心愿单 写上十条你明年真的想做的事情 真的想做 真的你努力的也许做得到的事情 然后你到了年末的时候 你就把它贴在墙上 你到年末的时候 你再来看你有没有做成 我觉得五行喜经的你们 这十条我相信你们 至少可以完成八九条 只要你敢想敢去做 你就能实现 哪怕看起来有点荒谬的都可以 所以明白了吧 明年就是那么的关键 对于你们来说 然后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总结一下吧 跟庚子年这样的一个大开大河 大江大水 这样一个运势非常凶猛的年份来比 2021真的是会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年份 所有东西都会逐渐的 就是找到结果 然后会稳定下来 会回归正轨的 我们还是这样非常这样的相信 明年的上半年 这个心经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 我觉得闪光的人事物 所以在明年整个上半年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忙碌一点点 下半年的话 会是一个比较含蓄的收敛型的能量 所以如果你明年要做什么事情 尽量安排在上半年 杨历的七月 包括七月吧 之前 应该会事情进展比较快 比如你想搬家签约 换房子 就是这些事情 需要一点点的运气的 需要别人配合的 都上半年来做 然后下半年的话 它可能来来回回 往往反反反复会比较多 麻烦会比较多 所以你可能需要slow down 把这个节奏调慢一点点 跟人好好的沟通 做成的事情的建树就会比较少 可能比较需要沟通 这是最后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那么我们今年的年运 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对明年的这个 从八字这方面看 明年的运势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 或者是去我们的公众号珠珠金水 我在那上面会比较多 去珠珠金水的公众号上面 点赞看给我们留言 我就会看到你还想知道什么话题 我都会录视频给你们看的 当然我们的海外的用户们 YouTube上有我更全 更详细的这个视频 如果大家可以翻墙的话 强烈建议大家去 subscribe我们的那个 YouTube的频道 好了那我们的今天这个运势 就讲到这里 那以后我还是会请雅姐 他们讲一下八字 比如说按照属相来分的运势等等 敬请关注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健康评价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